看一下这一个 它说 那个V1跟V2 它是不同的介质 题目在这边不同的介质 那请问 如果说它从一个介质 到另外一个介质 有可能会出现哪一种方式 我们看 如果说它过来的时候 记得这是拨前 拨前和拨前进方向 互相垂直 这是拨前进方向 设法设法 发现化出来 正常来说 直直走 大脚快来 小脚慢 所以这个角度比较小 代表它到比较慢的介质 到比较慢的介质 V1跟F1 不同的介质频率是一样的 那速度变慢 拨长就变短 所以你看 拨长本来这么长 后来变成这么短 所以这是到慢的介质 那如果说到快的介质 这个是注射线画出来 设法设法 发现化出来 正常来说直直走 大脚角度变大 它到比较快的地方 那如果说到比较快的话 拨长就会变长 所以你发现 拨长变长了 所以比较有机会的是谁 如果说V2比较慢 到慢的介质 到慢的介质 它会变这样 变密 到V2比较快 快的介质 慢到快 它会变得比较 距离会变得比较大 再来 再来